請問您的話 我首先想告訴復習 不是有一句廣告詞說 認真的女人最美麗 所以我想我絕對的一間好用功 好認真 所以我想認真努力就會有美麗人生 所以復習說 不管男生女生 當有人認真像夫婦女婿的時候 男生女生一樣美麗 一樣可愛 那麼認真努力 未來就會有美好的人生 另外一樣的話要送給同學 就是說 閱讀文學作品 會讓你的心靈更充實更美麗 這有一點點賣瓜說瓜甜的意味 因為同學們都念的是自然組 將來走的可能都是理工 醫 農這些行業 那在你的本行 專業科目之外 養成閱讀文學作品的習慣 那會像是說在你的人生打開另外一扇窗 窗外有藍燈白雲 有平愁玉眼 還有百花綻放 所以閱讀文學作品會是一個很好的心靈的充實 那這兩點給同學留下一下做一個紀念 那當然樓時光過得好快 隨著校園裡頭 鳳凰花開得越來越盛 哎呀 同學畢業的腳步就近了啊 不過這鳳凰花開得盛 也是一個好預兆 開得這麼燦爛 開得這麼樣心眼奪目 開得讓所有校園裡的同學都在驚豔 所以我想也是預期同學們今年一定會考得很好 一定能夠考試順利 緊綁提名 所以我也祝福同學未來的人生虔誠似己 蔡賴如花 好 謝謝同學們